尊敬的大德 法师 各位同参导友 大家好 欢迎来到敬亚佛音 我是敬亚 南无阿弥陀佛 我今天呢 就给大家分享一个奇方可以让我们度过这个瘟疫流行恐慌的时期 让大家都能健康的度过 中国传统的中医认为 人之所以生病是由于外邪所致 而外邪之所以能致病又是由于人体正气不足 如何才能使正气存内 这就是中医所强调的养生之道 也是修身之道 在《皇帝内经》素问的开篇《上古天真论》中谈到远古之人 之所以能春秋节度百岁 而动作不衰 是因为他们知其道者 发于阴阳 何于数数 时饮有节 起居有长 不忘坐牢 故能行与神聚 他们甜淡虚无 真气从之 精神内守 也就能必摆病了 远古之人 能节度百岁 而动作不衰着 主要原因则是因为 以其德权不威也 特别强调了一个德字 在养生中所起的关键的作用 其实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千年前圣贤为我们留下的一圣安身立命的话 我们不会在今天遭遇这种大瘟疫的 孔子在《论语》中提到 人者寿 中庸里也说 大德必得其寿 唐代著名的医学家孙思淼在《千金药方》中写道 德行不克 纵福玉业金丹 未能延年 道德日全 不起善而有福 不求受而自言 此养生之大之也 清代养生家石天基认为 善养生者 当以德行为主 而以调养为作 可见 传统的中医对养德之重视 修养德行就能达到去百病 延年益寿的作用 再看今天的人 我们以酒为将 以旺为常 醉已露房 以欲节其经 以耗散其真 不知迟满 不识欲神 勿快其心 逆于生乐 起居无节 不到五十岁就开始衰老了 如今大瘟疫的蔓延 是否是上天在警醒我们呢 我们的德行出了问题 是需要得到纠正的时候了 或许当我们开始自省 修养自己的德行时 就兼顾了我们体内的正气 那么外邪也就难以入侵我们的机体了 我们不能等到瘟疫流行之时 方想到养德之重要 未与筹谋才是根本 在此送给大家以养德齐方 此齐方由中唐时期著名高僧石头西迁 又称石头和尚所开裂的 伴你度过这个瘟疫流行的苦难之时 养德齐方 好度长一条 慈悲心一片 温柔半两 道理三分 性行要紧 终植一块 孝顺十分 老实一个 应至全用 方便不拘多少 服用方法 此要用宽心锅内炒 不要焦 不要燥 去火 去火性三分 于平底盆内炎碎 三丝为末 六波罗蜜为丸 如菩提子大 每日尽三福 不拘时候 用和气汤送下 果能依此福之 无病不菜 切记 严青行拙 利己损人 暗中鉴 度中毒 孝里雕 两头蛇 平地起风波 素须戒之 此前十位 若能全用 可以致上福上寿 若用其四五倍者 亦可减罪延年 消灾免患 各方惧不用 后悔无所补 虽有贬阙如衣 所谓定在高荒 亦难了矣 纵倒天地 助神明 稀图然载 况此方不举主顾 不费药金 不劳煎熬 何不服之 这个药方 我想是针对我们每一个人 都是有效的 大德大善福寿场 用钱来买保命汤 只要新成药效百分之一百的零 救世救人 唯此妙方 人若服此灵丹妙药 绝对无病无灾 希望大家都能修一颗慈悲心 唯有真心向善 人心归正 才是最好的良方 都能以德来制服度过这个艰难时刻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恩大家的收看 看后转发 弘扬法博士 喜欢请点赞订阅 我们下期再见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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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ghara Vilajana Yuhalajaya Tadakadaya Hara hadis Sanghara Sanghara Udaya Nama Sanghara 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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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ghara Sanghara Udaya Sanghara Na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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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ame Nam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